白天常打瞌睡? 小心轻忽睡眠问题,演变成奇病 儿童有良好的睡眠习惯和卧室环境,才会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良好的睡眠品质,才能让儿童白天注意力,学习力保持在最佳状态 家长何时该怀疑儿童有睡眠问题? 家长何时该怀疑宝宝有睡眠问题?以下常见症状可供家长参考 早上很难叫起床,或是叫醒后还是常觉得睡不饱 上课时常打瞌睡 打瞌或是睡眠时呼吸会暂停 连续超过一个月以上,晚上很难入睡,或是一觉到天亮 夜间睡眠时出现奇怪行为 睡眠周期异常,例如,夜猫子 常见儿童睡眠疾病的常见症状 行为性儿童睡眠,宝宝睡不住或夜晚不断醒来哭闹 睡眠时出现奇怪行为性儿童睡眠 睡眠期呼吸障碍睡眠呼吸中止 常见儿童睡眠 常见酷眠 常见酷声,然而浅眠 睡觉翻来覆去大车轮转 睡觉张嘴呼吸 口前,夜间醒来排尿 日间注意力难集中 过动等也可能是睡眠期呼吸障碍的常见表现 不拧腿 睡眠周期性之动 休息时容易腿酸 腿不动不舒坦 睡不安稳 促睡症 试睡症 白天常打瞌睡 甚至直接睡住 部分病患笑或情绪激动时会突然无力 睡眠周期障碍 夜猫子 整个日夜颠倒 或者整个日夜周期混乱 议睡眠周期移动时会安排哪些检查 多梦 夜经 梦游 说梦话 睡眠时全打脚踢 1. 睡眠门证会安排哪些检查 1. 睡眠日记 1. 睡眠日记 儿童睡眠 儿童睡眠问题常常是一个详细 连续一周以上 包含周末 的睡眠日记 就可看出问题所在 1. 睡眠日记 一个好的睡眠日记记载上床时间 关灯时间 实际入睡时间 起床时间 自己醒来 或是家人叫醒 午睡时间 因此家长若能再看门诊前 先记录好一周以上儿童的睡眠日记 会帮助医师提早诊断儿童睡眠问题所在 2. 腕动剂 Aktigraphy 向手表戴于儿童手腕上 当然有时候 例如 儿童睡睡醒醒 睡眠期破碎 家长无法整天观察儿童 或是无法配合记录儿童睡眠时间等 睡眠日记 无法准确取得 也可以佩戴腕动剂 连续佩戴一周以上 再回医院 3. 由软体分析儿童清醒睡眠周期 4. 检查健保不给付 必须自费 3. 睡眠多重生理监测检查 Polismography 俗称睡眠检查 晚上来医院睡眠中心报道之后 技术员便会帮病患装上各种电极和感应器 包括 头皮上贴脑电波电极 双眼外侧贴眼动涂电极 鼻孔装上呼吸气流感应器 下巴和双腿贴上吸电涂电极 胸臂贴上心电涂电极 胸部和腹部各上呼吸运动感应绑带 最后手指加上血液氧气感应器的多重生理监测 由此可知 全身几乎贴有各式电极和感应器 以这样的睡姿 不是很舒服 因此睡眠检查 必须有理由才安排 不是所有有睡眠问题的病患都需要接受睡眠检查 常见需要安排睡眠检查的儿童睡眠疾病 包括 打酷 睡很久白天还是常打瞌睡 或是睡觉时两脚动个不停 以及夜间睡眠时出现奇怪行为 4. 居家睡眠检查 4. 居家睡眠检查 5. 居家排成等待至少一个月以上 或者会认床 在医院睡不好的患者 也提供简易居家型睡眠检查 租借机去回家 检查后隔天交回医院 不过居家睡眠检查 不过居家睡眠检查需自费 此外 此检查数筛检等级 精确度不及医院检查 5. 居家排成等待至少一个月以上 5. 日间多次入睡检查 5. 日间多次入睡检查 5. 日间多次入睡检查 检查前一晚充分睡眠后 白天至医院进行每2小时入睡 共5次 儿童睡眠障碍确实是存在的 长久以来被家长、老师 甚至是医师忽略 面对白天打瞌睡 不专心的儿童 不能总以懒散不爱念书责骂 5. 及早就医 正确诊断 及早治疗矫正 才能帮助儿童 避免问题累积 越来越多 被归类为问题学生 如果шие对待无 Auf 香港市场 致免茗 5. mai 系列 6.